欢迎收看《新闻英语解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看标题 这个桃园records 这个records 这个字 那么这个地方是当动词 名称叫record 我们动词叫record 就是记录 记录下来 把某一个东西记录下来 或保存下来 叫做records 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叫做这个是我们这个录制节目 record 那么它这个桃园的记录就是桃园的一个 这个最近的一个温度的这个报道 那么这个桃园records 18.7 18.7degrees 就是这个最新的一个最低的记录是18.7degrees degrees叫度 度数 那么低温来到了18.7 所以说最近呢大家应该有感觉到 我们最近以来好像天气开始转凉了 从我们之前呢整个六七月的 七八月的这个整个非常热的天气呢 最近呢发觉大家 特别是早晚已经开始 穿上外套开始 天气转凉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桃园呢 居然来到了一个温度 最低温来到这个18.7degrees 18.7degrees 那么degrees就是因为它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arrival 叫做名词 叫做到达来临 什么什么来临呢 那当然它的动词我们以前学过叫arrive arrival 这个字也是到达 那么名词叫arrival 那么由于这个来临什么来临呢 strongest 最强的最高级 northistly 这个字呢可以当行中词 也可以当这个副词 那么行中词叫做 这个向东北的 或者是来自东北的 来自 向东北或来自东北的 好 那么当然如果是行中词叫的 如果是副词的话 这个向东北的 或者是来自东北的 就会变成的 northistly 好 那么东北的这个winds 这个风呢 这个风我们特别这个地方 本来是不加s 但是我们 那么特别指强烈的 或者指一个行中词的话 这个时候的风呢 通常会变成 类似于这个实体的话 就变成一个winds 加了s 这个风呢 来自东北的这个风of the season 那么怎么样呢 这个季风 这个季风 也就是说 它带有一个最强的一个 东北季风 东北季风 好 那么2021 2021年October 10月 seventies 7号 来自于Formosa News Formosa News就是民事新闻 好 来我们看一下整个内容 到底这个低温是怎么样的情况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新闻 It was noticably noticably 这个字是一个这个 这个副词 那么我们也可以叫做apparently 很明显的或者是obviously 或者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叫clearly 很清晰的很清楚的很明显的明显 非常明显非常明显 当然这个字notice 本身动词叫注意 noticably 那么叫做明显的 那么很明显的cool 叫cooler 比较凉爽 在Saturday 礼拜六下午 也就是从上个礼拜六下午 那特别是台北 北部 就很明显的 哎 开始怎么突然感觉到 嗯 濕濕的凉意 开始感觉到 离拜六下午 Saturday afternoon Wish the rush 随着这个来临什么 来临 strongest 最强的 东北的 winds of the season 东北季风 最强东北季风来的 开始 开始有点凉 凉凉的感觉 And it was not just cool 不仅仅 这个not just but also 其实这个just 就是only 就是我们经常 这个耳熟呢 像not only a but also b 不仅是a 而且b 那么它不仅仅是凉爽 而且damn 好注意哦 这个not only but also 连接两个磁性一样 这个地方你放了一个形容词 这个地方当然也是形容词 那么这个字damn呢 叫做消沉 也就是下降的意思 下降 或者我们叫抖降 突然之间气温变低了 damn 那么在呢 in the noise 在北部以及nosed 北部跟东北地方呢 开始变天了 天气开始开始 感觉凉起来了 开始凉起来 那么alot 最低温呢 来到了18.7 degree 我们说它桃园地区 degrees 桃园 was recorded recorded 被记录就是 那么在这个低温的记录 最低温记录在桃园 桃园 On Sunday 在礼拜天桃园来到了18.7度 首度呢 从20度以下 20度以下 那么在这个sunday 在礼拜天 那Central weather 这个就是我们简称的CWB Central 中央气象局 那么says 它说了 the lowest 最 这个最高级 temperature 最低温呢 well be fair 会不会感觉到在Monday 在礼拜一的早上 礼拜一的早上 礼拜一的早上是这个 可以感觉到是最低温的 也就是礼拜天开始 然后慢慢慢慢到 到底礼拜一的清晨 也就是今天呢 今天早上的清晨 会感觉到可以说是 温度来到最低 After which 注意这边有一个 解析词 后面放关带 这个关带指的是 Monday morning 也就是Monday morning 在礼拜一的清晨过后呢 那都是相当 就是相当现在 在这个清晨以后 到中午这段期间 那么 The Mercury Mercury 这个叫 名词叫水银 拱 或者叫水银 那这个水银呢 将会怎么样 begin to rise 开始上升 什么叫水银开始上升 就是那个温度计 温度计开始 表示气温开始回升了 现在就稍微比较 温度又比较高了一点 也就是其实真正 比较感觉感受到 是在清晨跟入夜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特别有人 不管是这个回家的时候 走路或者开车 或者怎么样 或者骑车 那开车可能还比较 没有明显 但是骑车的感觉 那个风呢 就很凉了 开始 所以 开始去上升 当然这个 白天温度回升了 During the day 在白天的时候 We was cl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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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扫 clearing 就是很清澈的 sky 就是晴朗 白天感觉非常的晴朗 晴朗的天气又出来了 come friday come friday 但是又来了 这个是还是命令句 come friday 礼拜五又来了 在这个礼拜五 another wave 另一波的 也就是这一波 东北基工过去之后 另一波another another wave 这个wave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动词叫挥手 挥挥手 叫做wave 那么它当名词就是我们讲的波浪 波浪 那这个地方 这个wet of 这个单位就是另一波的 另一波的 另一波的 northistory 另一波的什么东西呢 the wind 这个风呢 它都用的是负数 那么where descend descend 第一是往下的 descend 这个动词 圆形 就是降临到什么地方来了 啊 又来了 又来了 所以这一波一波 水一波 温度会逐渐逐渐逐渐 那你就会感受到 后面的节日 像圣诞节那种感觉就要出来 merry christmas 或者是happy new year 整个 慢慢到那个地方 好 那么这个降临 在这个on the island 在这个本岛 An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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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本来名词叫做接待员 接待 接待 接待员 人家来参加一个 这个会议啊 或参加一个这个 重要的这个活动 在外面呢 把人带进来 所以说 动词叫做引入 或者引领 把它带进来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在这个呢 这个这个 这个降来的 降临到这个 这个本岛的时候 会迎来 迎来 迎来 迎来什么东西 就是同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带进什么东西 带进酷 凉爽 以及moist moist 这个所谓 啊 形容词叫做 湿气的 潮湿的 潮湿的 当然因为这个天气变冷 它这个湿气就加重 moist 就是湿的冷湿的空气呢 就会带到这个 noise and noise 北部跟东北部 所以 基本上南部来讲 明显 这个状况 这个 也可以 也可能会 气氛会烧降 但是感受到 没有北部那么清楚 那种感觉 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 立即感受到 立即感受到 这种感觉 特别是在做 心北啦 淡水啦 比较靠海的 那很容易就感受到 噢 可能衣服就穿上来 不知觉 所以 这特别注意说 所以这个 noze and noise 好 这个 pedest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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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字呢 叫行人 行人 那么行人呢 pedestrant on the street 在街上的行人 我们可以观察到 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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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 那是动词 叫做穿上 跟我们讲 那个wear是很像 或者put down 所以我们多学了一个 don 这个字 也就是wear 穿上 穿上什么东西呢 light 很轻薄的 甲格 因为还不到 冬天那种很冷的状况 你总不能穿个皮 穿个很皮 太夸张了 所以 就是加点这个 轻薄的外套 叫 light jacket and the long sleeve sleeve sleeve就是shows sleeve shows 也就是长袖 开始算长袖 现在在室内还是短的 到外面可能尤其是 早晚可能是 要加上长袖 长袖 好 所以long sleeve shows 那么的effect 这整个影响就是influence 那么这个字他也加了s 我特别注意 这个影响什么影响呢 the strongest 最强的 noreeasterly winds of the season could be 可能会被感觉到 在什么 sunday morning 在礼拜天的早上 但是礼拜一的早上 也是很满强 这是基本上 清晨的时候 所以说 我们要提醒大家 在这个早晚 可能要多加点外套 因为 怎么讲 除了这个 我们要预防COVID-19之外 流感 也开始在秋冬的时候 也是一个非常 这个令你讨厌的这个疾病 所以这个都 我们要早晚要保暖 口罩还是要戴上 好的 那么这个也是 我们今天为大家 所带来今天的 新闻音语 整个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 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以接收到我们 最新最新最新的影片讯息 期待下次新闻音语见面 谢谢